自我意识 它真的能有自由意志 或者说它真的能够意识到 它是我意识到我是我 人呢 这种意识的产生 是因为你要应对的那个环境特别复杂 那么你的感官 简直最后必须形成一个 类似于自我意识这样的反应系统 才能帮你应对那么复杂的情况 那么但是 它这个数据 其实呢 化身肉身 我们现在是给它贴了个标签 现在元宇宙面临的一个很漫长的 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打通连接 就是让你感知到 让万物互联 今天数字世界面临的 一个重要的工程问题 就是万物互联 就是你的冰箱知道 我们说你的冰箱知道 你的扫地机器人知道 你们家的音箱知道 窗帘知道 你的衣服知道你今天冷不冷 你的裤子知道你今天 需要这个腰腿上需要有什么问题 他知道 这听上去是个宁人化的说法 但是从工程技术 传感技术上来讲 材料技术上来讲 这不是个问题 对 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了 你知道你的保健衣知道 你以为保健衣就是那个张大夫 不是机器人 你的保健衣就知道 你的营养师知道 你的保险顾问知道 我说这些都是agent 对 都是机器人 这个其实你习惯上 三个月你就不介意他是不是肉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现实 但是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 还是不智能 他仅仅是现实社会的一个规种 他终究没有超过真实物理世界的判断法则 这个呢会有少数人像尹老师这么去想 他会哭他自个儿吗 不会 但是呢这个 对 所以我说你 如果你需要的话 如果有这样的人需要的话 他会安排哭给你干 如是我闻 够了 那就像有给钱哭丧的 对 那也是工具空异 如果需要的话 这个是可以的 对呀 哭给你干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是想象枯竭的时代 知道吧 就是这些事情孩子们会玩得比我们自如 他从来不会问林老师的问题 他不会问 因为这个问题对他不重要 我觉得您讲这个太智慧了 你知道我想到一点什么呢 就是还是说 人是什么 他哭给你看 你觉得他是个机器人 可是我们人呢 为什么你让我哭 因为你偷了我的钱 这个东西我是被决定的 我也不是什么自由可能啊 我也不是什么自由意志 我哭我总是有原因的 我的钱被你偷光了 这个程序 这个命 这个指令 它就让我的生物体 不管是什么算法 我的大脑啊 自然会产生这个结果 就是下泪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跟他 但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人的判断 都是推己及人 因为你自己心里面 会感觉到疼痛 我觉得有的人 他甚至会投射到一个机器人 比如说看这机器人流眼泪 这个人会觉得 他一定是太难受 他一定太痛苦了 所以其实这种投射 都是从自我内在的感觉 投射到另外的一个存在 不管是投射到另一个真人 还是机器人 那机器人可能是没感觉的 但是这个主体的人 自己有感觉 他就会觉得有共情 在这个里面 我自己觉得那些机器人 其实他可能不是人 也不会像我们这样 有我们这完整的自我意识 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疼痛的感觉 我们这个有太多生理的因素在了 但是呢 这不妨碍说 我们和这很多很多 这样大量的机器人 是共生共存的 甚至是到后面 你会觉得 他对你的帮助和呵护 是极大的 因为他真的是能够去 帮助你解决生活中的 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仍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 就整个的房间 其实它都是你的一个摇篮 我自己觉得人 是可以有这种感觉的 但是现实主义的来讲 哪怕真像他们科幻电影说的 有一天我们这个人类 就被这个虚拟的东西给灭了 不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站在我们今天的人 您说我们是老土 代表着古典思维 但是我觉得我这也是DNA的力量 我要求存呢 我看到这个未来 我就得进行公众讨论 我得跟你们说说呀 就他有可能这样啊 有可能这样 公众充分的知情 包括国家领导都知情 我现在发现中庸之鉴 还是说不能指文虚的 虚实之鉴 你要用虚服务于 就像他们说的 你那个量子力学之骰子 你可以在真实物理世界里 这个骰子告诉他 让他去算 或者你设计一个机器设计好了 啪就是那边数字 都能够模拟出来了 最后真的生产出一个冰箱 这个是好的 但是呢 与此同时 不管守不守得住 这也要这个盛世威严呢 就得说呀 对吧 这我也是我求存的一个动机吧 您觉得这老土 这没问题啊 这个是本能 在这里我正好问您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 也问尹老师 就是基因自私的基因 人都想保存自己 然后呢 为了想基因传承 人都喜欢自己的孩子 保存下一代 但这里面有一个矛盾 我前几天是和一个企业家 在饭桌上聊 就聊到刚才那个死后的数字人 就要不要把自己数字人格 给存下来 他当然选择要了 然后他还希望他死后 这个数字人 仍然代替他 还能管公司 还要一个董事会席位 然后 对 然后这个里面 就会出现了一个矛盾点 在于哪呢 在于之前我们说 这样的一个数字人 像是一个数字资产 你把这样一个数字资产 移留给你儿子 这个你儿子来掌管这个数字资产 但是在这个企业家 看来不是 这个数字人是替他 还要掌管他其他的资产呢 而且这个数字人 还要继续管公司 还不让钱给儿子花呢 然后呢 所以其实这个 当时我就说 这是个很好的科幻小说 例子 就是那个儿子 总想把这数字老爸杀了 然后这样才有钱花 但是这个数字老爸 还把自己管得很好 不让他杀了 但这个里面其实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有这种 数字延续的机会 就会面临着自我的存续 生存存续 永生 对 和我给儿子传下去 这样的 他就有了一个矛盾了 到时候就会面临着说 你是更爱自己 还是更爱儿子 这个财产 你是留给自己的数字人管着 还是把财产留给儿子 然后 我就不存在遗产了 对吧 数字遗产 你怎么回答他这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就像卡普莱兰那个公司以后 就问我有什么问题 我说将来可能会出现黑客 给我一个比特币 不然删他一个计 一直删到他老年痴呆为止 就是讲你所有的这个老爸也罢 爷爷也罢 我们其实今天确实是在机同压缴 因为讨论问题已经远远大 远远远远的范畴 开始讨讨论技术伦理 讨论很多的问题 你要知道 我们刚才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 我稍微challenge一下 段老师 这个伦理本身 他也不是一个 有确定答案的 我们不能觉得 伦理就是对的 有很多伦理是反动的 所以伦理天然是主观决定 不能把技术伦理化 就当成这是判断善恶的标准 他天然就不具备 一个标准的一个法尺 在人和自然的问题上 是不可以从中的 所有人之所以能推动科技创新 是因为他独立思考的结果 一定要反 以前所有人的想法 科学不是只对愚昧斗争 科学也在跟科学斗争 科学要否定之前的科学 权威要干掉之前的权威 我们人类才得以往前去思考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 其实我们可以去拥抱 任何一种技术 但那仅仅是技术 技术始终是中性的 我不相信技术有善恶 不管你代码怎么写 因为写代码本身 这个动作就是技术 不是说所有的问题 都要变成回言论去理解 只是说 我们今天不能再讨论一个 没有到来的世界的时候 就把那个世界 想成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可控核聚变 可控核聚变到今天 和30年前 说什么时候做出来 还是差30年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 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非常难以解决 非常难以解决 最近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意大利面 不可以直接掰成两段 为什么 麻省理工费了好牛 进去证明这个东西 要不四段 要不三段 真的 它是形成了弱干点的张力 然后同时断裂 所以必须把这个面 拧270度角的时候 然后卸掉了 它这个方向的力 才能正确的掰成两段 所以您明白 我们刚才讨论的好多问题 它其中要解决的问题 它必须在物理世界 先得到解决 我是一个拥抱技术者 但是我首先相信我拥抱技术的是 要不停地去促使这个民族要掌握 可以扩展技术边界的本事 这是我说的 两手都要硬 软件要硬 这是元宇宙的代码 硬件更要硬 如果今天我们光刻机解决不了 你讨论元宇宙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而我们过早地进入到了一个娱乐化 不管下一代怎么想 1895年写的那本书叫《乌合之众》 1996年写的书叫《娱乐之死》 我看到的这是一个人类群盲主义的未来 就是说不管是六根重塑也罢 或者我在呼唤 重新去讨论一次文艺复兴 你要去跟我们既有的 所谓的在一些思维定势下 还是要鼓励像特斯拉 像达芬奇 像爱因斯坦 当然他们没有成为权威治前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呢 我看到都是说 不能全这个虚拟了 或者不能将来把人类文明啊 引导的那个像刘思新 为什么就深恶痛绝啊 就星辰大海啊 你就包括那个马斯克 真的地探索宇宙太空啊 如果将来全进了这里头 这个知识 他们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岔路和停滞 您同意吗 段老师 这个真的 这事剩下就俩答案 请选A是是 请选B或不是 有没有C 我还没想好 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过去几十年来 我觉得获得最大的教义啊 就是 在野外 田野考古 考察 原始村落之后 发现 现代人在他们面前 不一样 就是 他们围在篝火边 唱着自己的歌谣 讲着自己族裔的神话 更多的时候是沉默 所以我希望这个 您刚才的问题后面有个C 维特根斯坦的答案 是吧 接默 有个C 有个C才有 有 有好玩 我首先不接受这种问法 还有个C答案 甚至您说C答案是什么 还没想好 就像云老师说的 阔虎没想好 对 我选他 意识不决 量子力学 脑洞不够 平行宇宙 警方说 警方说 就是想说一下 通过原宇宙去进行真实科研的可能性 因为我也完全同意说 如果原宇宙就是造个假的 咱就进去玩 这个人类没有前途 但是我想说 原宇宙实际上是我们探索 发现未知真实世界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就像您刚才讲的特斯拉 特斯拉它在脑子里面 先看见那些想象出来那些机械 然后他已经给它想得很完善了 再去做实验 他一下就成功 就这个实际上是使得我们实验的效率高很多 如果人类一切发明创造 都可以直接靠动手 在这个物理实界去做 那压根不需要公式和演算 就是人们之所以发明出这公式和演算 就是希望在这个纸的信息世界上 把这件事研究得更明白 然后我再拿着这个一去真实世界做实验 这就成了 原宇宙世界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更高级的信息世界 你是可以拿它做娱乐至死 把人全都愚弄在里面糊弄人们 你也可以拿它整个的一个原宇宙的信息世界 做更加逼真的一些探索模拟 原宇宙技术你是可以用来葬送人类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原宇宙技术 把人类送到星辰大会 这是正能量 这个我很认同 为什么认同呢 就是我用我的视角来解释一下 就是原宇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低成本尝试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虚拟世界 为什么大家乐此不疲的 愿意在虚拟世界里构建城市 其实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交往 悲催的事太多了 但是不好后悔 对 原宇宙是先后悔啊 来吧 训练我们的后悔能力 训练我们重新学会交往 这样的话我们在现实世界 我们珍惜这个世界 物理世界毫大无损 这多好啊 最幸福的就是早上起来 哎呦原来是个梦啊 是吧 而且确实它给我们 特别大的一个启发 对于量子力学的这个和相对论的矛盾 提出的现在最显赫的一种理论 就是平行宇宙理论 那么就像您刚才讲的 这个事儿 咱们总是由最小单位组成的 但是组成最小单位的呢 现在他们都看不见了 电子绕着原子核转 不是像地球绕着太阳转 那不是 它不一定是有实体的 它就是个说波函数 概率波 那么组成我们的对小单位 是个函数 对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物理学 向数学靠拢 对 就是我们说就标志性的 就是去年的彭洛斯获奖 就彭洛斯他是个数学家 他本质上是个数学家 虽然这个他跟霍金一起研究 这个天体物理 那这就是说呢 特别是霍金的态度很重要 就是霍金呢 在他早期的时候 他对旋理论超旋 他是看不上的 他认为那纯粹是胡闹 根本不发验证 但是晚年呢 有些人甚至细成霍金 像旋理论 M理论 归一 就他认为将来的物理学的统一之梦 就要靠旋理论 而旋理论是什么呢 旋理论不是科学实验 旋理论就是数学推导 他就数学推导完之后 觉得宇宙应该是十位 十一位 更多的为数 就是这么 就这样了 就跟当年迪拉克推这个 正电子一样 迪拉克的正电子 谁也没有见过 但是他解放成一方 就得有个正电子才好玩 妥了 所以也认为数学不算科学 数学不是科学 数学是描述科学的工具 其实我们 其实做自然科学的人 都要建立起一个基本的观念 物理对就是对的 数学对就是对的 函数对就是对的 换言之其实就对 就是九方克道尔刚才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谈几点 这个啊 首先先说 我还是回到整词这个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 已经有两种技术 一个叫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一个叫计算机辅助教学 叫CAI 你把它叫原语州 完全没区别 就是去用一种程序 一种方法来替代 来试错 至于说 我们怎么去想 不要去后悔成本太高 那其实看看北京折叠 我们也知道了 不要变成两极风化这么严重 我们看看流浪地球 我们也不要让最后我们 大家混得无价可归 是吧 这些问题 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程序 包括现在的alpha go alpha zero alpha four 我们用的也很多 哪怕计算器 这个东西才发明了几十年 我们的小计算器 它也是帮助你 解决了很多问题 所以在替代掉很多 真实世界的功能 起到一个都会好省的作用 事半功倍的作用 这非常可以 但这是虚实结合 这不是原语州自己的人 在自己的程序里 把它搞出来的 它要回到真实世界 对 是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 它可以加速我们整体人类 对于一个科学 特别是科技普及的速度 这我是非常认可的 但这不等于说 我们不要去看真实的宇宙了 对 我觉得这是葡萄酒和二国头的 如果这个白痴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你先给它预设说 我们不要都铺在那 我们还要说正确 知道吗 这个不说都是正确的 对 对吧 你现在不要把大家 你为了论证 就一定要贴一个标签 说你们不要那样 你还得回到 你还得吃饭吧 你还吃饭就得到这儿来吃 对吧 吃原语州的饭能吃饱吗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讨论是无效的 你知道吧 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说 二锅头和葡萄酒的区别 你非要分一个高项 为什么非要假设 到原语州去的人不吃饭呢 就是 为什么非要假设 在现实世界的人 这就忽略虚拟世界呢 这个是 哇塞 它不是个二元论 绝对不是 而且我觉得那要小心提醒自己 有没有二元论 对 对吧 一定要实时提醒自己 我到底想说什么 对 我最后说完之后 越说越上映 咱们应该是混原论 是吧 虚实相生 虚实相生 你讲的一定是对的 其实我在这么解释问题 恰恰是 如果你知道了有红酒 也有二国头 二国头要蒸溜 那么蒸溜的本质 实际上也是技术的方面 我们之所以还能够去认知到新的事物 实际上是在于工具的发明 我还是要讲这一段 并不是说 我们简单的根据纯粹的数学 就能推知我们想知道的一切结论 爱因斯坦的引力波是早就预测出来了 但是我们真正看到引力波已经2016年 因为Legal做出来 Legal为什么做出来 Legal足够大 Legal两个四公里的直径 这样的一个币 你的工具要做到足够大 你才能够去判别掉 这个微小的噪音和信号之间的这个差距 这是一个现实的 现实世界的工具 两个相隔3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设备 差不多把美国整个国土作为一个射电望远镜 我才能看得见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是眼见为师的 这个东西你做不出来之前 我就是看不见 我看不见的时候 我就是不承认 我觉得这尹老师是个实在派 物理实在派 就是我是想说 因为对于窄化的定义元宇宙 就只有说 纯虚拟的一个世界 然后一个纯物理世界 叫真实的宇宙 但实际上我觉得将来最多的可能性 是你的很多大量的真实的物理需求 不管是做科研 做工程 做看病 上学 你都在一个很3D的一个沉浸式的元宇宙里 不沉浸式的虚拟世界里实现 以及有很多一些虚拟的元素 进到我们实际的物理空间 我是把这两部分也叫元宇宙的 就是它实际上是表明 我们就是有更加逼真 更加好用的一个虚拟世界 这个就叫元宇宙了 然后它实际上执行的 还是我们现实生活 生老病死 照顾家人 上学工作 还是执行的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些功能 但是元宇宙也有元宇宙的天堂和地狱 你看到的是阳光 对吧 所以说他们讲 今年好像韩国成立了一个元宇宙联盟 它就是国家意志 尝试就是说 这个事我们得 就是您说的 元宇宙里也有制度 也有规则 有没有国家主权 这个任何一个国家政府 都不可能不注意到 不光是道德了 法律 什么样的规则是普惠的 普适的 然后呢 反垄断 如何能够防止被少数几个寡头 控制数据寡头 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增长的 每一个创作者 都在为这个元宇宙增加内容 他最后会建构一个像互联网一样 那你说 这个世界 我是相信 有天堂的地方 就有地狱 所以我是觉得呢 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两分法 讨论问题呢 就是因为 我们要意识到 不由自主的两分法 会影响和干扰 我们的思考过程 因为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是并发 就是多种技术的聚合 不是单一技术 比方说计算技术 有量子技术 要量子计算在前面等着呢 这个是 这是已经到了一种 国家战略级的竞争 数字货币 中国做得非常好 对吧 非常好 中国的数字货币实验 应该是全球领先 中国这么大的 庞大的互联网技术 这是大有可为 那么然后还有 元宇宙 综合到 大数据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 物联网 5G等等 很多东西 还有空天互联网 现在呢 到了一个 这还我说都是电子技术 那还有材料技术 纳米技术 还有生物工程 生物科技 咱们中国也是领先的 还有生命科学 它已经到了一个叫聚合的 这样一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 为什么美国1978年的 认知科学报告里面 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要把认知带进来 我个人粗浅的认识就是 它在假设我们过去的那个base 那个知识的base 是有问题的 因为呢 建立在工业时代的塑造基础上 就今天我们不下意识的书写 写作 言谈 或者是构想 思想 都在工业时代 那个圈圈里面 我们提醒自己 我不是说必然如此 这是提醒自己 所以现在呢 这就是说 在对元宇宙的问题上面 它既是一个传统的惯性 在这里面会攻城掠地 会争夺发币权 会争夺超国家主权 会争夺这个自由意志 那么这里面就有人呢 去打一些擦边球 或者说呢 暗度成仓的事情 比方我倡导去中心化 我倡导网络自由宣言 这都是美国过去五六十年代的 这个黑客做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去 去贴标签啊 选边战队 不是这个问题 那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如果我们没有 对未来的想象力 我们谈何创造力呢 没有想象力是没有创造力的 但是想象力又基于什么呢 想象力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我们能不能 好好的讨论问题 说得太好了 我跟你说 就今天我听了 你们几位不同的立场观点啊 和这个想象 我的结论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这个外行的结论 就是这事 咱们站在一个新宇宙的入口处 唯一能做的就是啊 多做圆桌派 就是充分的 不光我这一个节目啊 充分的讨论 甚至积累人类 过去一切学科 一切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的一切成果和历史 包括从轴心时代开始以来的 圣人们的对人的价值的这个分析啊 我们运用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 充分的想象 预见我们的未来 我们才能之所发展 之所进退 也之所规避 让它成为一个正能量 对吧 同时警惕它的负能量 真的好好相互讨论 让这个思想之间 达到一个更好的充分的交流 这绝对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 不是那些技术 就是思想的好好地交流 而且我现在就想再加一点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有善念的人需要去行动 我原来在上学的时候 特别不理解孔子 我心想孔子每天在那瞎忙 或什么呢 我特别不理解那种入室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其实像庄子 老子一看就看出他在瞎忙 但实际上越来越理解孔子 他的那种入室 他会有一种说 如果我不入室 去推行一些这个善的道义的话 那其实会被其他人所占领这个市场 其实我自己觉得 在技术上面有责任的人 应该自己去做一个善的原宇宙 或者自己去做很多善的这些事情 靠实践把这个世界 往这个善的地方去推 就是实践者自己是有选择的 对 所以我们得充分地认识 就是说这个宇宙当中 何者为善 何者为恶 最后咱们得让原宇宙 止于至善 所以大家得多聊 就充分地讨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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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长了太多认识了